再次欢迎各位 刚才Lawrence说了很多关于Web 3.0 有关的内容和相关风险和保安的提示给大家 其实简单而言我们看到 越来越多的资产和资讯 放在网络世界里面 随之而来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有很多不同的网络攻击的风险 也有机会有很多的资料外事事故 当中包括有个人资料 在近年资料外事事故的趋势 越来越多越来越频密 包括一些网络攻击 甚至一些人迷的错误 在这些情况下 就会导致一些机构的声誉受损 或者蒙受一些财务的损失 又见及此 我们公署就是今年的6月 发出了一个新版的资料外事事故 处理及通报指引 里面我们主要提供一些实用的建议 给各机构 好 有两部分在事件,事故,资料事故发生之前 去做一些未与筹谋的一个 planing 或者一些计划 那或者真的 不好材 發生了事故 那发生事故之后 作出適当的跟进的情况 好,在我們講剛才那兩部分內容之前 我們先講講什麼是資料外洩事故 資料外洩事故一般來說就是資料使用者 持有的個人資料懷疑或者已經遭到外洩 令到有關資料當事人的個人資料 有被未獲授權准許的 或者意外的查閱、處理、刪除、喪失或者使用的風險 我們都叫這個資料外洩事故 有什麼例子呢? 你會見到,譬如可能遺失了一些 再有個人資料的便攜式裝置 例如一些手提電腦、USB手指 甚至一些備份的池帶 另外,不當地處理個人資料 譬如可能有些情況就是 不小心將一些再有個人資料的文件 當作垃圾扔掉 或者不小心將電郵 傳給錯誤的領域 甚至將一些再有個人資料的文件 錯誤地貼在電郵中 另一方面就是一些智慧攻擊 就是再有個人資料的系統 被非法入侵或未經授權的第三方查閱 第四點,第三方用欺騙的手法 就是從資料使用者取下的個人資料 正如剛才Noran說過 這些所謂很低的漏洩的攻擊 都會是其中一個情況 另外,我們也看到很多 有關在電腦安裝檔案的分享軟件 導致資料外洩的譬如 可能我們現在看到很多時候 大家會用WhatsApp 去做一個工作的行動程序 亦可能有些文件的分享在裡面 亦有機會不小心 將透過WhatsApp 將再有個人資料的文件 分享出去 好,接下來講講這關 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的規定 我相信大家應該都很熟悉了 因為資料外洩事故 是有機會構成個人資料私隱條例 附表一,保障資料第四原則的違反 第四固一原則是甚麼呢 裡面的陳述就是 資料使用者是需要採取所有切實可行的步驟 去確保資料使用者持有的個人資料 是受到保障而不會受到迷惑 准許或者意外的查閱 處理、刪除、喪失或者使用所影響的 另外就是關於保障資料第四固乎二原則 這個是關於如果你有拼任到資料處理者 如果拼任到資料處理者 去代資料使用者去處理個人資料的話 資料使用者亦都需要採取一些合約規範的方法 或者其他方法去防止轉移了這些個人資料 給這個資料使用者 就是資料處理個人資料 是被未獲准許或者意外的查閱 處理、刪除、喪失或者使用的影響的 好,剛才說了很多關於條例的規定 或者一些簡單的例子 我們看看資料外是常顧 在公署我們會經常看到的原因會是什麼 我們由上面開始看 第一個,網絡攻擊 其實剛才羅倫斯也說了很多的例子 其實在我們接觸裡面 看到很多時候就會是一些 Ransomware、Brute Force Attack 或者剛才說的Fishing 都會是一些很普通的 通常會看到的一些Attack的情況 因應這些的Attack 其實很多時候就會導致黑客 很容易去入侵了系統去查閱一些個人資料 甚至將整個Data Base裡面的資料 就偷走了 好了,經電郵或者郵件模擬披露 這個就是很多時候一些人為錯誤 就是說如果我打電郵的時候 可能你的電郵系統會 有些提供給你 那你就可能沒有意義 把電郵帳號就放進去 然後就傳錯了不同的領域 或者有時候 明明這些電郵應該要BCC的 但是真的不小心 真的很大,沒有BCC 可能將100個電郵帳號全部CC了出去 然後將個人資料披露出去 甚至剛才我也有說過 將一些再有個人資料的檔案 不小心就拉到你的電郵那裏 就傳出了 好了,除了在網絡上面 或者電子文件上面的情況 也有機會是一些實體文件 在遺失的實體文件 或者是一個可攜式的裝置 尤其在什麼機構會特別多呢 就是可能一些多 譬如銀行 可能很多的分行 或者一些醫療機構 很多的branch的時候 可能他們需要將一些實體的文件去分享 可能大出大入的期間 就會在轉移裡面不見了 另外,不當或者錯誤地棄置個人資料 我們早前就有一個調查 關於一個醫療機構 他將一些病歷紀錄卡 當作是垃圾地棄掉 這就是錯誤地棄置個人資料 另外,除了外部的攻擊 或者一些不小心的情況之外 職員的疏忽或者行為不當 就是內部的情況 也會導致個人資料事故 外設事故的情況 他們有機會 一些職員可能有些疑惑 或者他們有意外的惡意 不小心披露了這些個人資料 或者之前在疫情也比較多的情況 就是什麼呢 我工作自家 我經常要回家工作 但是在公司又沒有時間 那怎麼辦呢 就將一些再有個人資料的文件 可能電郵回去自己家的 自己個人的電郵 可能也會因此打錯電郵 或者可能拿回家 或者身體的文件的時候 拿回家的時候不見了 也會有這個情況出現 那最後 又說回有關系統的事情 就是系統配置錯誤 可能就是在大家 IT部門的時候設定這個系統 有些不為意 可能設漏了一些情況 或者沒有設定密碼 甚至可能 有條連結就擺了一個Excel 我們見過有些情況就擺了一個Excel Excel的Hyperlink 可能是一串的數字 而大家可能見到 根本就是一個日子 可能改一改的日子 其實你可以 access 到另一塊的Excel 好,我們有什麼實用建議 在資料外洩事故的時候 給各機構呢 首先第一部分 就是一個未遇籌謀的計劃 我們在資料事故外洩發生之前 我們會建議機構 去做一個詳細的應變計劃 目的是什麼呢 做了這個應變計劃 你可以當真的有事故發生的時候 就對應這個計劃去執行 迅速做出一個反應 可以協助到機構去減少 或者壓止到事故影響 尤其是對一個資料當事人的影響 這份文件應該會有什麼呢 裡面是概述發生事故之後 你們會執行的相關程序 由事故發生開始 你如何釋辯 去壓止 去評估 以至管理整個事故 所帶來影響的一些策略 這個應變計劃 在我們建議機構會做 有什麼內容呢 你會看到這裡 都有很多點了 我簡述幾點 包括 就是 究竟什麼是在你們機構裡面 因應你們的不同運作的情況 有什麼導致事故的要素 如何引起這個計劃進行 究竟你們的內部的通報程序 的程序會是怎樣 由上而下 下面 究竟有什麼同事會去處理的 我們也會建議 機構應該去 訂立一個專責的應變小組 這個應變小組 你也應該要清楚地去分析有關的角色和責任 他們應該會去怎樣 包括可能IT部門 Customer Service 他們的角色是怎樣的 另外你們的風險評估的工作流程 你們去評估究竟 如果真的有外設事故發生的時候 對你的客戶 對資料當時人 可能造成的傷害和影響 它的嚴重性是什麼呢 不同的嚴重性 你們相應的行動會是怎樣的 壓止的策略 最重要就是 阻止壓止有關事故的影響擴大 以及你們的補救措施會是怎樣的 當然也去訂立有關通訊計劃 究竟是否應該要通知有關機構 包括公署 以及相關資料當時人的客戶 究竟是怎樣通知 準則是怎樣的 另外 調查程序 你們怎樣去導致有關的調查 以及最重要 你們也要保存相關的記錄 剛才說到 你們去做一個應變計劃 寫好所有文件 有了法律之後 這樣 不代表沒有事故發生的 真是不幸運 也有機會有事故發生的時候 究竟應該怎樣做呢 我們有一些實際建議 你們會看到這裡有五個步驟 包括什麼呢 包括就是 立即應該收集一些重要資料 壓止事件擴大 評估事件造成的傷害 考慮作出資料外設通報 紀錄事故 這裡五點 我會逐點逐點簡略解說內容是怎樣的 第一個步驟 當發生這個資料外設事故的時候 是立即去收集一些重要的資料 包括是些什麼呢 究竟事故是何時發生 哪裡發生 怎樣發生 誰發現 怎樣發現 初步了解究竟這個事故發生的原因是些什麼呢 另外就是 究竟那個Mannature 以及是有什麼類型的個人資料是涉及到的 有多少資料受影 有多少資料當事人的個人資料受到影響 這些全部都應該要收集回記錄下 然後呢就做一個初步的評估了 做了一個初步的評估之後呢 那就要採取一些的步驟 去壓止事件再次擴大了 採取的壓止措施呢 你們的機構可以考慮以下的情況 譬如 如果是實際上不見了一些的罵品的時候 再有個人資料的罵品的時候 去設定搜尋 有機會可能只不過浮了在公司的不同的地方 可能一個USB 可能掉在不同的位置或者文件掉在不同的地方 如果是傳錯了Email信件的話 那就要求錯誤的recipient去銷毀了它 或者交還有關的文件 另外如果是有關系統的入侵的時候 關閉隔離受損的系統伺服器 我們也有聽過 可能受到黑客的攻擊的時候 有機構會把有關的伺服器的電源拔掉 最快可以停止到有關情況的擴散 另外如果發現到一些系統配置的問題 或者忘記設定密碼的 相應和更改用戶密碼系統配置 另外也要留意一下 如果會不會是一個查閱權 可能是authority 你放得太大 而導致有這次的意外發生 那怎樣去移除有關的查閱權 限制相關的查閱權 另外如果是有涉及一個data processor 即是你們有找到資料處理者 去幫你處理這些情況的時候 一樣要求他們做這些步驟 去評估和壓制事件擴大 同時也要去報告發展進行程度 究竟他們做了什麼 做到什麼情況 好了,第三步驟 評估事件可能造成的損害 因為資料外洩事故導致的損害可以有很多 你見到左邊的框框有提到 身分盜竊 甚至人身安全受到威脅 財務的損失 剛才提到一些區塊鏈裡面 你放了很多的crypto 可能有些bitcoin在這裡 那會不會有機會是沒有了呢 這個你們也要去考慮一下 好了,究竟蒙受傷害的程度 會取決在什麼地方呢 包括個人資料的種類 敏感程度、數量 簡單而言 種類越多 敏感程度越高的話 那個損害也會越大了 究竟資料外洩的情況是什麼呢 其實純粹是可能一塊文件 不小心丟掉去堆填區 這個影響 相對於如果在網絡裡面 spread out 了整個 database 相對一定會比較少一些 在網絡的 spreading 嚴重性一定會比較高 那究竟這個事故影響到身份導致 或者詐騙的可能性會有多高 這些都要去考慮了 另外就是 究竟你遺失了的這些資料 可能譬如被人用 ransomware 去鎖定了你整個 database 你開不回來 你本身有沒有做 backup 是不是其實你可以用 backup 去 restore 其實已經解決到的問題呢 另外也要看回你的資料 本身有沒有加密 有沒有做到匿名化等等的保障措施 另外在你的評估期間 也要去考慮 究竟這個資料 還是事故的持續時間 究竟譬如一個 cyber attack 的發生 可能他只是進入了 一進來就離開了 還是其實他躲在你的 system裡 長期的存在你的 system裡 等候一個攻擊的機會呢 這些你們都是需要去評估的 好了 第四個步驟 就是考慮作出資料外洩的通報 你會看到右邊的格子 公署建議 機構只要發現這個資料外洩事故 相當可能 是對資料當事人構成實質的傷害 有風險的話 應該就要在這個 切實可行的情況下 盡快去通知公署 以及受影響的當事人 因為你們越快去作出這個通知 所以對資料當事人的影響會減到越少 當然了 左邊就是另一個框框 就是告訴大家 當你去考慮作出通報的時候 考慮的因素會是甚麼 包括事件對受影響人士可能造成的影響 事件有多嚴重 影響有多大 影響發生的可能性會有多高 而且也要想想 如果不作出通知的結果會是甚麼 因為現在世界的資訊真的很發達 你不報出去 不代表沒有人知道 尤其如果事件的牽涉程度比較大 可能資料當時人自己發現到 傳媒發現到 其實對機構的重複是不好的 所以為什麼公署建議 機構如果發現到 有懷疑這些資料外洩事故 盡快向我們作出通報 這也是一個負責任的做法 另外第五個步驟 紀錄事故 資料使用者在發現到資料外洩事故的時候 是完整地去記錄所有的資訊 包括事故的詳情 影響 你們採取的壓制措施和補救行動 所有的lock record 都應該是要保留的 在我們處理的個案裡面 也有發現一些機構 是沒有保留這些記錄 他們可能做了很多事情 做了很多的調查 做了很多的補救行動 但是究竟事故是怎樣發生呢? 他們沒有記錄 其實這樣會正正影響到 他們怎樣去將來防止 將來還有一些相類似的意外發生 除了香港之外 其他比如GDPR 亦有規定資料控制者 去記錄所有資料外洩事故 和保存有關記錄 所以如果機構是會接觸到 歐洲受GDPR所管制的話 是有一個強制紀錄的要求的 資料外洩事故通報 剛才我們說的 我們建議機構當有事故發生時 盡快向我們作出通報 究竟通報的內容 或者是怎樣通報呢? 我們去看看 作出通報有什麼好處呢? 作出通報就是 告訴資料當事人有事件發生 他們建議主動採取一些步驟和措施 去減低他們自身潛在的影響 亦都是相關機構可以採取適當的調查 以及跟進行動 如果那個事件是很嚴重的 可能是影響很多人的話 亦都可以提供公眾的警覺性 另外一方面 如果機構可能有一些 沒有什麼專業的IT部門的時候 發現到一些 CyberAtech的情況 盡快向我們作出通報 公署亦都可以給予一些適當的建議機構 去防止同類的事故發生 作出通報有什麼內容呢? 我們一起去看看 有幾點包括跟誰通報 通報的內容包含什麼? 什麼時候通報? 如何通報? 好,我們很快去看看 再出通報 當然是包括受影響的資料當事人 私隱專員公署 公署以外的執法機構 或者相關其他規管機構 內容包括什麼呢? 當然就是事件的詳細情況 你能夠給予公署的資料 越詳細是如何的 因為我們可以得知越多的資料 我們可以協助你 給予更加適切的建議 當然事故發生的源頭 日期時間 持續時間 個人資料的類別 究竟人數 資料當事人的類別是什麼 包括是employee 還是客戶 還是其他人? 另外你們做了的風險評估 是什麼? 究竟會不會因為這次事故 有任何實質的傷害 另外也要提供專責小組 或者有關職員的聯絡資訊 或者你們customer service的聯絡資訊 給客戶 有一個對點 他們擔心如果他們的資料 真是被盜用 身份被盜用的時候 他們有什麼可以處理 去聯絡你們 這個也是一個 雙贏給機構和資料當事人的一個好的情況 什麼時候通報了? 剛才我所說的 是無論你們內部調查的進度如何 在可行的情況之下 是儘快作出通報的 保障資料當事人的機會 所以我們會建議盡快通知 另外 其他司法管轄區 可能有一個通報時限 譬如GDPR 可能在72小時內 你是要作出通報的 你會看到我們在這裡說 如何通報 其實通知資料當事人的話 包括電話、書面、電郵、親身 都是一個可行的做法 或者如果機構是有一些社交媒體平台的時候 透過社交媒體平台去作出一個信息 都是可行的做法 另外 公署其實我們在6月的時候 更新了一個網頁版的資料外洩事故通報的表格 裡面有很多引導式的問題 以及一個多項選擇題 讓一些機構容易填寫有關的資料外洩事故 亦可以讓大家了解到 究竟當有資料外洩事故的時候 你們需要收集什麼資料 以及應該怎樣去通報 你會看到的QR Code 大家可以透過這個QR Code 找到我們網上版本的表格 另外 提醒大家 我們公署是不接受任何口頭的通報的 所有通報都是要以書面作出 好,最後 就是說 資料外洩事故 無可避免如果真的發生了的時候 機構應該是要吸取有關教訓 檢討你們處理個人資料的情況和方式 找出問題的根源 去制定相關政策 然後去修改有關處理個人資料的政策和措施 如果是因為人為的情況 可能是因為同事不夠高的時候 如何提供適切的訓練給他們 另外,持續去監察和保安措施 這些主要是防範有關事故再次發生的情況 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大家如果想下載有關通報指引的內容 可以在這個QR Code那裡找到 多謝大家